接下來GoGoChance我們帶大家來掌握一下各地網友都熱搜什麼話題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國家是美國 請珍儀幫我們分析 好美國的這個熱搜關鍵字呢 是這個環保少女童貝里啊 為什麼會出現她 主要是她最近跑到德國去參加一場抗議活動 當然也是跟環保有關 對那主要就是德國北萊茵這邊有一個小村莊 她就是因為政府呢 跟當地的這個礦山的所有者達成一個共識 她就要把這個村子全部就是 民眾就是都已離開 然後我要來這邊來開採礦產 那她這個本來達成的這個目的 是說要以一就五 就是我只開採你這一個 然後我其他五個呢就不開採了 所以說本來德國政府可能想說 這樣子對環保的這個傷害 可能已經降到比較低了 因為目前我們都知道說 德國的很缺能源嘛 因為不想再依靠俄羅斯 所以說就是開採煤礦等等 之類的這個行動又開始出現 那但是呢 這個活動就是引發很多環保人士的不滿 所以就來到這個村子裡面抗議 那環保少女童貝林 她也到這邊來 而且是跟這個民眾一起參與示威 那她之前警方就已經說要強制驅離了嘛 但是她就是沒有在甩的 後來呢她是遭到三名警察 是直接抬起來 抬到這個警用巴士上 而且她的表情是相當的淡定 我看到她 微笑對不對 對她整個這樣扛起來好像也不覺得有什麼慌張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她後來還對鏡頭比了一個讚 那後來德國的警方是證實說 她是被短暫拘留以後 她已經獲釋了 而且她也是不斷強調說 其實對於這個環境保護的抗議 對抗氣候變遷其實根本 她強調這個不是罪 所以說其實蠻多的 我覺得歐美的人士都還蠻關心這個消息 主要就是因為 同輩她還親自到了現場 去跟這個民眾一起發口號 所以說登上了美國的熱搜 對啊其實如果被定罪的話 我也很好奇要用什麼罪來定 因為她就真的去抗議嘛 頂多就是違反什麼社會 集會法 妨礙公務制 對可能又會讓這個國家陷入另外一個爭議 因為大家說人家只是去討論一個公共議題的政策 好我們接著來看英國的熱搜話題是 馬丹娜 也是很久不見她對不對 她每次一出來那個魅力無窮無限 好最近大家又可以看到她 因為她宣布要展開巡迴演唱會 然後就趕緊看說有沒有來台灣 這次沒有 只有Blackpink有來台灣 對 Blackpink已經很夯了 好那她到哪裡呢 她會在7月的時候才開始 先到這個加拿大的溫哥華 再來到紐約 然後巴塞隆納 巴黎跟斯德哥爾摩 最後在阿姆斯特丹這邊畫下句點 就是在加拿大美國跟歐洲這邊來進行 好但是她自己就是說 她要慶祝她的這個假日40週年 這首單曲叫假日 然後她就宣布要展開這個演唱會 那她的歌手生涯 我看一下是從1983年到2019年 她們有推出她的所有的專輯 她這次也都會來唱一下這個經典的名曲 但其實她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2019年的時候她原本要在巴黎演出 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嘎然而止 所以現在這個 重新要來巡迴演唱的消息一出 你看英國人這個是大熱搜 好那雖然這次沒來台灣沒關係 但2016年她曾經在台北小巨蛋唱過 然後她那時候說就是唱這個假日 安口的歌曲 然後她還披著中華民國國旗出場 然後興起演唱會的高潮 然後我看到這時候我就想說 哇她真的是蠻不怕的 她很會抓住粉絲的心 而且很在地化 配合當地的這個情 但你知道就是有點敏感 但她也沒在怕啦 所以我覺得她也蠻有gots的 給她一個讚 好 趕批國旗 對馬丹娜是英國的熱搜話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日本 日本這邊熱搜的關鍵字呢 是日營 主要的這個是網友很關心說 日營的這個決策到底有沒有變動 那日本央行呢 其實他們在18號開完會 他們還是說按兵不動 他們不會調整他們這個 殖利率曲線的控制政策 那這個決定一出來以後 其實這個日經的指數 是大漲了超過2% 但是日元是在重貶 是貶迫130的整數關卡 所以可以換日幣了嗎 稍稍可以回來 因為之前是超過1美元對130日元 現在大概1美元對128 127差一點點而已 或許大家還可以再等一下下 還沒有要那麼快出國的話 對對對 是可以再等 那這個有這個投資管理大師 他是講說 其實看起來 市場呢還是會持續的不穩定 因為投資人會很懷疑說 這個日本央行會不會又再度調整政策 會有點怕怕的 因為他們在這個2月10號的時候呢 他們會這個宣布 繼任的總裁提名人選 那3月的話就是現任總裁 黑田東彥的最後一場會議 所以說這個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整個的日本央行的政策 可能是會有一些改變跟震盪的 投資人的話還是要多多關注 好日本關心財經的問題 那南韓關心什麼呢 關心國防國安的議題 他們的熱搜話題我翻譯中文就是 新州郡的薩德基地 薩德這兩個字就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這是什麼狀況呢 其實是位在新州郡的薩德反島基地的 駐韓美軍官 在17號的下午大概是12點54分 就是大概1點左右的時間 發現有一架無人機接近 哇怎麼得了 又是要來探取這個敵情嗎 對不對 上一次無人機接近 讓敵情越氣得要死 所以這次他們緊急趕快出動了 用什麼呢 美軍用這個干擾槍來應對 那電波干擾之下 這個無人機就是墜落了嘛 結果很奇怪的地方是他們就搜索 就找不到那個無人機的這個機身 殘骸 找不到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他們還在持續的搜索當中 好但是他們就說 目前研判上面來看 這個飛行器是有四個螺旋槳的小型商用無人機 北韓應該不會用 所以他們就想說應該不是北韓來的 所以還是持續在查 但是就像這個正義剛才講 之前這個無人機 如入無人之境對不對 所以讓南韓就是這個很不爽 對啊 然後而且他目前你說還沒找到嗎 我看他們其實連兩天都派了 好像第一天派了兩百多人吧 然後第二天派了一百多人 都找不到 對我覺得這個隱形樂知道以後 可能也有一些情緒在裡頭 我覺得南韓真的要特別注意你們的國防國安危機了 有可能會被無人機給打壞 現在看起來 尤其是這個總統那麼注意這件事情 沒錯 還表現不好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這個熱搜關鍵字是 洗米華 就是這個澳門很有名的商人 太陽城集團的創辦人 那主要是他在這個前年 2021年在澳門被捕 他是被控涉嫌創立跟指揮犯罪集團 還有這個洗錢、非法賭博等一共289項的罪名 非常多 那他們就說他這些罪讓澳門政府是少收了 大概82.6億港幣的博彩稅的收入 大概是台幣320億左右 那澳門法院在18日號的時候 他是宣判說有162項的罪名成立 所以要判18年的有期徒刑 那他在這個庭上是一直的喊冤 就說什麼他對於為什麼會被控 他自己是一個什麼犯罪集團或黑社會 感到相當的不解且強調是一直 他自己是奉公守法的 不過他這個罪證實在是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他犯了一個罪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他那個稅收 讓國家少了那麼多 可以收的稅 這個我覺得是 就是習近平領導下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之一 對好下次就看到他不見了 好再來看台灣的熱搜是科技的話題 是這個Mac mini跟Mac Pro 好這個台灣其實是Mac mini 但是在香港還有新加坡 其實都有出現Mac mini或是Mac Pro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蘋果這次又無預警的發布了他們的新品 對是這個M2 Pro跟M2 Max版本的MacBook Pro 有點繞口 好簡單來說就是MacBook Pro 他新推出了這個不同代 那因為他有14寸跟16寸 其實外觀沒有差太多 但是內部的硬體有升級 那比舊的版本其實耗能更低 然後電池的續航力可以來到22個小時 但是價格也稍稍上漲一點點 上漲5000元 所以要有好的性能的這個部分 也是必須要多花一點錢 好那這一次大家還有 因為就加碼推出Mac mini 所以這也是一個這個吸眼球的一個商品 因為他們就說這個有4個高性能的核心 跟4個高效率核心的8核心CPU 所以它的這個效率變得蠻高的 然後還可以在外接2到3台的顯示器 所以很多人關注這個Mac mini 但問題是台灣的確切發售時間都還沒有公佈 所以也是掉足大家的胃口 可能大家會一直搜想說到底什麼時候出現 然後登上熱搜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呢關心的是這個越南的國家主席 我們這在前一天有提到過嘛 那這個主要是說他因為越南這個疫情期間 有這個官有很多這個官員 就有這個官商勾結的情形 比如說你做這個核酸檢測 這個錢竟然是流到了他們的口袋裡面去 那就是有兩位副總理辭職 還有兩位部長跟多名官員是面臨到刑事訴訟 所以說這個國家主席呢 軟春福他就是覺得蠻內疚的 所以他負起政治責任他宣布辭職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這個分析 講說其實軟春福他辭職 有可能是涉及說到政治的內鬥 有可能說是跟調查貪腐有關 所以不排除說其實有可能是政治對手 出於政治因素想要把他拉下台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這個他罕見請辭 可能也會對於越南的經濟造成一些不穩定 那這個可能會也會多多少少影響到外資 來投資越南的這個可能傾向就會稍微變得比較低一些了 對因為越南也是另外一個潛力股的地方國家 所以確實大家看我們的Google Trans 了解更多國家的一些內幕跟資訊 沒錯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多孔